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 是我的终身置业 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 报道不作假 评论无语词 编辑下文二约 上天难熙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全奸卖港实录 一书内容传以事实为准成 几害年春夏之交 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百万港人上街抗议 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逆潮流移动 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呼吸警察濫权 濫暴濫告 愤怒的年轻一代拼弃和理非 以死相扶 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 警察禁止集会游行 勇武抗争无日无之 香港政府是和 北京当局重欲养恶 波兰撞阔的反政府运动 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 而此间反对派大路及斩路头角的少年英雄 争取国际奥援不为余力 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 庚子年初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 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 倒行逆施 削弱市民的基本缺利 5月下旬 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 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 香港管治由专权顺之暴政 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 香港的全族浪亡 缺于俄境 为了彰显公义《情前庇后》 我们出版《夏文二药》《上天旦夕》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间卖港实录》一书 在当权者散改历史之前 将卖港权间的饭行记录在案 这是文明与野蛮 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 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 转型正义运动 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 刑事 道德责任的参考之了负 编著者 王毓民 毓民新书 《夏文二药》 《上天难熙》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间卖港实录》 《平装版》及《徵装版》 已有现货在普罗发售 《传书4式印刷》 《516页》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 而徵装版定价港币$280元 多谢大家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毓民踢爆之说文解字》 今集的主题就是 一元伏此万丈更新 今天是2018年的1月1日 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即是元旦日 毓民首先在这里代表MyRadio 祝福各位朋友 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家庭幸福 事事如意 毓民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都祈求全能的上帝 赐福香港 并且施展他的大能 消灭在香港的大大小小的魔鬼 拯救善良的香港人 一元伏此 语出 漢代董仲书的春秋烦恼 一元者大此也 在这个《公阳传》也有说 元者何君之此年也 春者何岁之此也 至于这个伏字 亦经的伏卦有来伏之意 伏卦的上一卦就是剝卦 是剝落之象 这也是成语剝极而伏 或者剝极必伏的由来 寓意就是说 那个恶劣的情况 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 它就会变回好的 所谓匹极太来 新的一年的第一日 宋舊迎新 当然是人人都善重善土 华人社会在农历新年 都会用上一元伏此 万丈更生 这一副很工整的对戀 即是说 期盼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都是好人好事 新的一年的第一日 为什么叫做元旦呢 前面说过元就是开始的意思 亦都是第一 旦就是一日 或者早晨 元旦即是初始的日子 即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旧阵时的中国 就称这个农历 或者阴历的正月初一日 就叫做元旦 在专制帝王统治时期 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皇帝的年号 都是单独的纪念 即是阴历纪念 采用阳历纪元 就始于中华民国的建立 中华民国元年 即是公元1912年的1月1日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正式诞生 孙中山先生 在民国纪元前一年 12月29日 即是阴历的辛亥年 11月10日 经过各省代表会 选举他做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 同日在南京宣誓就职 并且根据12月27日 即是旧历辛亥年 11月8日 各省代表会 改正索用阳历的决议 宣布以皇帝纪元 4609年11月13日 为中华民国元年 元月元日 从此之后 这个阳历1月1日 就称为元旦 在民国38年 即是1949年 大陆淪陷 中华民国政府 播遷台澎金马 同年的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即是政协 第一届全体会议 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中国的几年 就采用公元几年 将农历正月初一日 就改为春节 阳历的1月1日 就定为元旦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香港很多中文报章 在中国政权逆首之后的二三十年 即是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 仍然奉中华民国为正索 报头的年号 就采用中华民国几年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 香港的民营报章 即使言论立场反共的 或者非共的 报头的中华民国年号 都已经自动消失了 多谢各位收听说文解释 Happy New Year! надеюсь 的 可不出计